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 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 直接就端上了餐桌 放着一桌菜不吃 他却只想吃玻璃 老婆怕他吃死了 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 但大叔根本不听 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 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两个啤酒杯 现在还越来越离谱 上班都要带着满满一杯玻璃茶子 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 走到哪都带着 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 挑挑剪剪弄了一大袋 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 吃起来酥脆有嚼劲 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 不过也很爽口 记者忍不住问他 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 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 那你为什么要吃饭 为什么要喝酒 为什么要抽烟 很干净嘛 这个嚼一口非常香 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 大叔你冷静点了喂 来到晚上大叔去聚餐 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 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 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 酒足饭饱后 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 都是因为二十年前的那件小事 当年大叔还是个 出入职场的矛头小伙子 刚签了一个大合同 正在陪客户吃饭 由于自己不能喝酒 被客户一番羞辱 说他不言们 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 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 就这样为一吃还吃上瘾了 现在大家都想知道 他身体真的健康吗 没想到啊 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 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 啥也别说了 直接上一期检查吧 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 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 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 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 否则会导致肠梗腐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 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 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 大家跟他来到寺庙 更是大开眼界 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 这些韩国女团他如数家珍 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 甚至记得他们的身高体重 身为佛门弟子 他一步念经二步打坐 整天就看女团跳舞 外人看到这个情况 都骂他花和尚 说他六根不敬 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 他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 偶然捡起一本佛经 结果爱不是手 就像发现了新世界 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 他认为之前的工作 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 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 此话怎讲 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 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 但他这种行为 难免引来风言风语 随着非议越来越多 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 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 被迫离开了寺庙 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 取名龙宫佛寺 并自认方丈 继续自己的修行 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 围着寺庙摆了一圈 这一刻就是十五年 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 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 韩国奇葩多 大家随便看看就好 小伙在大叔脸上闻了又闻 甚至连医生也忍不住闻了起来 只因大叔体味实在奇葩 他干活要随身带一瓶酱油 受伤后直接就用酱油涂抹 说可以消军杀毒防止感染 等红灯的时候 他又掏出了酱油 拿棉签沾上酱油就开始掏耳朵 岩石也要拿占过酱油的棉签清理 回家后只见他厕所里也摆满了各种酱油 甚至还有料酒 大叔说自己是干性皮肤 每天都要仔细护肤 几点乳液 再倒点酱油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往脸上涂了 甚至连脖子都要抹均匀 拍打拍打促进吸收 瞬间整个厕所都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 这还没完 他又用酱油兑水 直接拿鼻子喝了起来 说是可以清洁鼻腔 你还别说 这么一套下来 大叔整个人都变得很有精神 大叔还偷偷告诉记者一个护肤秘诀 那就是白天要用生抽 晚上用老抽 小伙决定尝试一下 把乳液和酱油混合在一起 按照大叔的手法涂在了脸上 看得出来他很后悔 可奇怪的是 一个用了十年酱油的人 却从来不吃酱油 这又是为啥呢 大叔表示自己有糖尿病 所以不能吃太咸 而且糖尿病发作时 皮肤都会开裂 小时候看到父亲都是用酱油来涂抹伤口 自己也就学着在伤口上抹酱油 没想到啊 效果还不错 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从那以后就开始一直使用 但还有一个原因 大叔没有明说 那就是因为自己长期使用酱油 浑身散发出浓烈味道 就是因为这个味道还找到了老伴 老伴非常迷恋这种体味 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最后还有个问题 网身上涂酱油真的没伤害吗 检查发现 大叔的皮肤状况 竟比同龄人要好很多 医生说酱油中 确实含有很多有益元素 就比如抗氧化剂和乳酸 长期使用的话 确实对皮肤有一定好处 但还是建议少用 毕竟味道不是很好闻 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 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 大妈每天买一只公鸡 却从来不吃 一到深夜就把鸡 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 连续四年从未间断 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 刚开始也没在意 直接就吃掉了 接下来的几天 每天都能收到一只 可奇怪的是 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 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 他吓得不敢再吃 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 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 恶意放在这里的 店主决定把自己 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 一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 从不缺席 这下店主更慌了 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 找到这个放鸡的人 一直等到深夜 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 他神色慌张四处张望 确定没人后 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 店主吓得不敢说话 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 好像就住在这附近 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 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 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 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 等了整整一天 在傍晚时分 终于等到了大妈 大家赶紧追了上去 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 但大妈一口否认 简单丢下一句 我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快速跑开了 记者一路追 大妈终于顶不住了 说出了两句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是啥意思呢 原来是大妈认为 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 看到中餐厅 就有种莫名的好感 觉得应该帮助 来韩国的中国人 分享一点自己的爱 试了服一曲 深藏公寓名 在大家的撮合下 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脸 沟通下来误会解开了 店主现在可以放心 经营中餐厅 大妈也不用 以这种怪异的方式 继续散播爱了 省流 我觉得像剧本 大妈家出现了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就在她拔牙回家后 家里就凭空出现了 一包牙齿 参差不齐的 足足有二十颗 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 牙齿是大妈 整理橱柜时发现的 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 仔细一看差点吓死 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 小了很多 真的是人类牙齿吗 牙医看了一眼 说不仅是人类牙齿 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 一个人一般就有二十颗乳牙 而这一包恰巧就有二十颗 从形状上判断 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 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 一听说是乳牙 大爷很不理解 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 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 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 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 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 十号这天 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 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 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 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 大妈却一口否认 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 接着来到牙医诊所 调出了监控 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 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聊天中得知 这房子是他们租的 一年前才搬进来的 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 大家瞬间醍醐灌顶 这牙齿八成就是房东孩子的 接着联系到了房东 一问才知道 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 当时搬家忘记拿了 一切都是虚惊异常 大爷拿着一颗鸡蛋来到医院 因为这鸡蛋竟然有七十多个蛋黄 不仅透明还很有弹性 这怪蛋是大爷在鸡窝发现的 当时就感觉蛋壳比较软 因为这母鸡之前也下过软蛋 大爷也没在意 回家就把蛋煮了 结果煮开后 蛋壳里竟然蹦出了七十多颗透明的蛋黄 就像蛋猪一样 大爷慌了 活一辈子了都没见过这种事 连忙把鸡蛋拿给村里人看 村民都很震惊 认为这是不祥之物 还让大爷赶快处理掉 那现在咋办呢 大家带着这颗怪蛋 找到了有着三十年养鸡经验的养殖户 他凭借自己的经验一口乱定 这不是鸡蛋 说这七十多颗透明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蛋黄 毕竟这就是大爷在鸡窝里发现的 不是鸡蛋那是什么呢 大家思前想后 建议大爷去医院问问 医生看到就笑了起来 说这很明显就是人造的 看起来呢更像是一种玩具 真的只是玩具吗 那这样只好去找玩具专家了 一打开盒子 玩具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 接着一口同声的说是崎岖蛋 还说这里面有蛋猪 可以捏着玩 崎岖蛋和这个怪蛋不能说是很像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随后大家还买来了这种玩具 剪开就冒出了大量蛋猪 原来让全村震惊的怪蛋 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把这玩具丢在了鸡笼里 鸡笼在屋顶 平时只有大爷和老伴才可以进入 大爷给亲戚朋友打电话 都说没有去过屋顶 甚至还问了孙子 但小孙子并没有这种玩具 看来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了 大姐是吃飞鱼罐头长大的 什么臭她就吃什么 她尝试过吃屎 但是不喜欢 因为不够臭 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 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 那就是新鲜空气 和朋友聚餐 朋友想要挑战一下 夹起一块飞鱼 刚放进嘴里 就止不住的呕吐 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一会儿 自己就干完了一盘死 呃飞鱼 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鸯鱼 因为鸯鱼比飞鱼还臭十倍 节目主邀请了几位鱯鱼爱好者 来到鱯鱼发酵车间 门一打开 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一百倍的味道吸来 怎么给你形容呢 狗闻了都嫌臭 熏着眼睛都睁不开 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 大姐却直接贴着鱿鱼闻了起来 越闻越上头 好想吃一口 不仅如此 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 做菜要加五勺盐 半斤辣椒面 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 那她为什么会这样 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 冰箱里的食物换没换 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 只能尝了才能确定师傅过期 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 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 天然气泄露自己也毫无察觉 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 节目主带她来医院检查 味觉也在退化 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 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 大姐是养老院护工 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 因为闻不到气味 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 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把缺陷变成优势 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要说吃的奇葩 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 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 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 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 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 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 又到饭点了 他从袋子里掏出两把沙子 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 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那是干净用卫生啊 吃完还张嘴让节目主检查了一下 吃沙子没错了 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 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 品类多量还大 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 嗯这个比昨天的甜 哎呦这边又上新品了 白沙还真没吃过 一口下去嗯还有海鲜味 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 白沙比较咸不好吃 在此呢感谢小哥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 他说自己五行缺土 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 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 所以每当工作累了 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 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 咬上一勺直接开灶 只要吃上一口 整个人都精神了 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 却很让人心痛 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 三天都吃不上一顿饭 饿得受不了了 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 这一次不要紧 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 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 但是大家不要模仿 我替大家尝了 一点都不甜 比死还难吃 最后我有个疑问 吃进去的是沙子 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 没钱的吃沙子 那有钱的是啥呢 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 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 并不是辣酷的 就算吃米饭 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 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 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 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 就换成右眼流泪了 两只眼睛分工明确 就很神奇 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 只有一只眼睛流泪 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 但照片上明明两个眼睛都在流泪啊 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 正好凑齐了一对 他说吃不同食物 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 好吃的流泪多 口味一般的 只会掉两滴意识一下 所以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 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 妙啊 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 他是一位歌手 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 没一会儿 眼泪就掉下来了 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 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 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 是由于唾液神经和内线交织在了一起 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 只是有点恶心而已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最后小哥也说 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 以后准备去演戏 会把缺陷变成优势 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